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12张图告诉你 如何培养出快乐、温暖、人格健全的孩子 一起来听 教育家卢梭曾说过 人的教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 在他不会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以前 他就已经受到教育了 教育的基础是家庭 孩子是种子 家庭就是土壤 孩子的未来说到底 拼的就是父母的功底 好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子 或许答案就在下面这12张图里 两个孩子在写作业 一位妈妈说好好写 别总是这么马虎 可孩子仍然频频出错 另一位妈妈则站在一旁 轻言细语 这么认真 你一定胸有成竹 结果孩子完成的又快又好 心理学上有一个自证预言现象 是指他人的期望会影响行为模式 从而使现实最终向期望靠拢 爱迪生小时候思维异于常人 老是认为他有精神缺陷 妈妈就坚持说 我的孩子是个天才 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父母给孩子怎样的暗示 就会塑造出怎样的孩子 消极的心理暗示是化地为牢 使孩子日渐颓废气馁 把未来困入囚笼 积极的心理暗示 却是点时成精 给予孩子勇气和力量 引导他扬帆远航 心理学家武之宏认为 中国式亲子关系最大的矛盾 就是缺乏界限感 多少父母以爱之名 一辈子都在牵绊孩子 溺爱他 伴助他的成长 束缚他 伴助他的高飞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众说 小孩不是黏土 任由家长 自以妄为地捏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 小孩子也有自己的生命 他们属于自己 为爷父母 最难的不是给予多少爱 而是懂得适时退出 三岁退出餐桌 孩子才能学会自己吃饭 五岁退出浴室 孩子才能明白身体界限 八岁退出房间 孩子才能懂得尊重隐私 十岁退出厨房 孩子才能学会独立生活 越爱孩子 越要给孩子成长 留出空间 与其用温柔的桎梏 给孩子织就铁网 不如适当放手 让他们更好的翱翔 孩子内向不合群 怎么适应社会 在很多父母眼里 似乎内向等于激情伤 胆小懦弱 不善交际 不易成功 可是内向 真的是一种缺陷吗 心理学家荣格 在心理类型中指出 内向和外向 都是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 无忧劣之分 只是获取的能量不同 内向的孩子 同样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 他们寡言少语 却更加专注 他们享受独处 但绝不沉溺 美国学者 林达西尔弗曼 经过长达三十年 对社会英才的研究发现 IQ越高的人 其内向型性格的倾向 越明显 在一群成功者当中 有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 属于内向性格 内向是被低估的优势 内向的孩子 确的不是纠正 而是接纳和包容 孩子的成长 至于父母 是一件喜悠参半的事 我们一边欣喜着 孩子成长的点滴 一边为孩子的一切 担惊截虑 孩子喜欢吃手指 吃到脏东西怎么办 孩子学走路 不小心摔倒了 多心疼 孩子脾气急 和小朋友起冲突 会不会被欺负 美国作家 珍妮·艾利姆曾说 孩子身上存在问题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作为孩子人生 领路人的父母 缺乏正确的 教育观念和方法 孩子的成长 离不开对世界的探索 他遇到的每一个问题 都是蜕变的契机 他走过的每一小步 都是迈向世界的一大步 智慧的父母 不会成为控制者 给孩子弃一堵墙 而是作为观察者 和陪伴者 让他奔向广阔的天地 在我们的身边 不乏有这样的孩子 开窍晚 无论做什么 总是差强任意 看上去 他们成绩落后 前途渺茫 可事实上 他们不是在傻傻等待 而是在默默积蓄力量 时机一到 他会以燃烧的姿态 爆发自己的能量 就像四川的鬼竹 生长的前五年 几乎看不到他长大 直到第六年 他会用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长出三十到四十米 科学家对大脑发育的纵向研究发现 很多孩子 大脑至少要二十五岁 才会完全成熟 暂时落后不可怕 可怕的是 父母的打击和放弃 越是开窍晚的孩子 越需要接纳和支持 因为他们走的是比别人更长的路 知乎热铁 你在哪一刻对父母失望透顶 最扎心的回答 当周围全是异样的目光 而他们冷眼旁观 还觉得你没用的时候 每个孩子都会犯错 和闯祸 犯错不可怕 可怕的是 父母把孩子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好的父母 永远是孩子的避风港 而不是补刀场 是能和孩子一起打败问题 而不是和问题一起打败孩子 哪怕看起来孩子很笨 无法出人头地 哪怕有人说孩子很差 已经无可救药 也要坚定地告诉他 我爱你 并且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 真正的爱 不就是这样吗 当他拥有鲜花和掌声 我们在台下默默守望 当他跌入谷底 我们给他触底反弹的勇气 生活中 不少父母难以接纳孩子的毛病 见不得孩子身上的缺点 孩子活泼 他认为不够安静 孩子安静 他嫌缺少运动 孩子喜欢到外面运动 他怕耽误功课 孩子功课好 他要求应体美 也要样样行 心理学家认为 过度苛求完美 是教育中的欲望癌症 随之而来的 往往是父母 事无巨细的掌控 以及孩子 日趋深重的无力感 在完美期待中 长大的孩子 不敢去尝试 不敢去试错 自然也无法摸索着 走向成功 阿燕松说过 毁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他追求完美 和达到极致 与其把孩子逼成 所谓的完美孩子 不如放下焦虑 用接纳和信任 鼓励孩子成为 更好的自己 世上没有两片 完全相同的叶子 世上也没有 完全相同的孩子 教育孩子 就像种下一颗 神奇的种子 你不知道 它最终会长成 什么样子 也许是娇艳的花 也许是参天的大树 也可能是一个 倔强的小草 它们花期不同 成长的方式也不同 有的需要在天空挺拔 有的需要在河边茁壮 有的习惯云山雾照 有的却渴望阳光普照 每一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藏 我们不能用 同一把尺子 去衡量不同的生命 再把它们分成三六九等 教育是唤醒 不是改造 父母是使命 是理解和悦纳 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 是关注并呵护孩子的 每一个成长需求 然后允许他 以自己独有的姿态绽放 每个孩子的一生 都会经历大大小小的挫折 面对失败 难免有时输不起 从儿童心理学角度来说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但很多时候 孩子输不起 是因为父母太想赢 你赢了 真厉害 你是最棒的 考得这么差 你怎么这么没用 这些回应 无疑是在告诉孩子 失败是可耻的 只有赢 才能得到父母的认可 教育学家李希贵说 教会孩子从追求赢到 学会输 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 面对挫折 孩子首先需要的 是父母无条件的情感支持 其次是一起面对挑战和困难的行动 父母坦然面对 孩子才会不惧风雨 无畏失败 父母积极支持 孩子才能扛住挫折 赢得漂亮 听过一句话 教子识过 不如讲子一场 训斥只会压抑心灵 激励才能开发潜能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 获桑效应 甚至当人们意识到 自己正在被关注的时候 就会刻意去改变一些行为 或者言语表达 好的父母 永远是孩子的优评师 肯定他的努力 欣赏他的态度 鼓励他的创意 赞美他的坚韧 爱挑剔的父母 养不出内心强大的孩子 善于欣赏和鼓励的父母 才能给予孩子 蜕变的底气和动力 正如作家林清玄所说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孩子 爱是最好的教育 而表达爱 最好的方法是欢喜 鼓励和赞赏 德国有句谚语 耐心是一株很苦的植物 但果实却十分甜美 养育孩子 父母要慢一点 耐心一点 慢慢地浸润 温柔地渗透 用耐心为养长大的孩子 站得更稳 走得更远 懂得坚持 一直担当 慢养的作者 黑游龙先生说 慢养不是时间上的慢 而是心态上的松弛 允许孩子 做属于自己成长阶段的事 就是最好的教育 其实那个看似温吞的孩子 只是有着自己的发展时区 在时区里踩着自己的不成 他不慌不忙 没有领先一步 没有落后一分 一切都很准时 如此一步一步 一点一滴 最终迎来 后机勃发 有人说 当了父母才知道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空间的距离 而是想到与做到的距离 知道要寻寻善用 包容和善 却常常怒火中烧 暴跳如雷 知道孩子要有快乐的童年 却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 拼命赶跑 不止不休 养育的过程中 如果父母感到痛苦 孩子也一定不会快乐 所以 与其无效焦虑 不如佛一点 给自己松绑 给孩子留白 佛 不是逃避 放弃 而是接纳和鼓励 是遵循孩子的天性 把主动权交给孩子 是给自己放松的机会 给孩子成长的空间 退一步的教育 恰恰是父母最大的进步 其实 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 根本没有标准答案 月儿就像开车 没有任何一段路况 可以让我们定速巡航 高枕无忧 我们只能睁大双眼 随着路况 调节车速 时而变道 时而刹车 偶尔遇到红灯 该停就停 心理学家 温尼科特说 孩子仰望父母的脸 看到的是孩子自己 教育唯一的王道 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 和孩子比肩前行 步履不停 成长不歇 这种可能性的 偶尔遇到